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二零二年 一月一號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輝人 在這邊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全台跨年重頭戲 台北101煙火 今年是維持1.6萬發 施放360秒不間斷 還有全球首見的展翅和愛心煙火 雖然受到天氣影響 台北有些飄雨 不過管制區內 還是有將近5.4萬人 互到新年快樂 至於高雄跨年 則首度採用雙軍艦雙舞台 吸引超過21萬人次 一起迎接2022年 5 4 3 2 1 台北101 倒數迎接2022 台北101綻放絢麗煙火 全台跨年重頭戲 台北101煙火 為2022年揭開序幕 進入到下一個篇章 關懷世界 關懷世界 奇葡人類 擁抱共同幸福美好 長達360秒的煙火 和去年一樣 共1.6萬發 雖然台北微微飄雨 仍然可以看到高空愛心煙火綻放 進入到最後一個篇章 愛與希望精彩 綻放一起迎向2022 對 我們可以看到呢 展翅的煙火劃破天際 象徵希望與夢想 展翅翱翔 透過現場音樂融合T-PAT 燈網動畫呈現動態展翅煙火 被台灣有101煙火 南台灣的高雄 則首度在軍艦前迎接新年 3 2 2 1 再見 今年高雄跨年採用雙軍艦 雙舞台 展現華麗氣勢 演唱卡斯也橫跨金曲金鐘和金馬獎 吸引超過二十一萬人次前來 跨年過後 現場持續為台灣燈會 在高雄倒數三十天 也是睽違二十年 台灣燈會再度回到高雄 記者鄭維仁 中間剛綜合報導 參加完跨年晚會 迎接2022年 總統府今年的元旦升旗典禮 主題為 兼任台灣 立足世界World as One 重頭戲是由衛福部長陳時中 率領六十位醫護代表領唱國歌 今年元旦升旗 由台灣五大醫事團體聯合主辦 感謝長期站在第一線抗疫的 全國醫護同仁 衛福部長陳時中 也率領醫護代表領唱國歌 另外總統蔡英文將發表元旦談話 向國人朋友傳達新的一年 重要施政方針 強調執政團隊會負責任的穩健執政 照顧人民 而參加跨年晚會之外 欣賞去年的最後一道落日 也會是跨年倒數前的重點之一 從玉山氣象站的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太陽緩緩西沉搭配雲海 天空從藍漸漸轉變為橘橙色 去年的最後一道夕陽 最後就這樣沒入到雲海當中 只留下橘橙色光輝和持續涌動的雲海 而雲海和落日相襯的景象 也讓民眾是直呼豪美 新的一年許多新制度上路 包括基本工資調漲 勞保的老年年金 勤領年齡調整 勞工值日夜班 記入延長工時並給付加班費 以及調高遺產稅 贈予稅的免稅額等項目 另外因應疫情 衛福部也要求元旦起 26個工作場域的工作人員 都要施打兩劑的疫苗 跨年假期 不少民眾安排出遊行程 而在迎接2022年同時 隨之而來的 還有許多攸關勞工權益的新制度上路 以家庭的角度來看 基本工資調整 至於勞工如果職日夜班 都認定是工作時間 如果超過了正常工時 都必須要給再辦費 而因應基本工資調整 所以勞保投保的薪資分級 也會因此調整 值待保險的平均費率 將成為0.2% 至於勞保的年金勤領年齡 也調高一歲 法定勤領年齡自107年起 逐步調高至65歲 111年將提高至63歲 非保險人如果投保年次滿15年 但尚未滿63歲 可以提前勤領 提前一年需減給4% 符合法定勤領年齡 和延後勤領的被保險人 亦可領取暫延年金 延後一年可多給4% 最多可延後5年 在減稅方面 基本生活費調高1萬元 贈所稅的免稅額 調高到9.2萬元 而這一點適用於2023年5月報稅 而至於在遺產稅 還有贈予稅的免稅額 也都有所調高 在2022年發生案件的時候適用 另外 軍工叫繳付退付基金免稅 並延長電動汽機車貨物稅 排照稅優惠 而在福利方面 會調高低收入戶的最低生活費 教育實習生的獎住金 還有替換老舊機車都有補助 而前置旅館和公司有房舍 轉型設宅 業者可以享有地價稅 房屋稅 其租金部分營業稅免徵 以及修繕和租金差額補助 除此之外 可難到國際疫情嚴峻 包含高中以下學校 還有幼兒園 短期補習班 脫嬰中心 大勤參宴會場等26個場域的工作人員 都必須要完整接種兩劑疫苗 避免疫情再度惡化 這場認出財 天明報導 帶你來看到今天的早餐事報 首先來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109年北市的出生人口 首度破2萬以下 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坤就指出 110年可能不到1.6萬 對學校家庭社會 都是很大的衝擊 教育局統計發現109學年度的 國小一年級學生 為21093人 20年後推估 這個是11564人 幾乎少掉一半 因此蔡炳坤就表示 北市後續會推出一系列政策 要做到政府與父母一起養 接著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對於2022年原油供應 國內油品雙雄 中油和台塑一致認為 油價每桶會在 70到80美元之間 趨勢對比去年持穩 雖然不至於暴漲 但要下跌也不容易 影響所及 國內器材油價 將維持相對高價水準 學者認為 今年通膨壓力雖然會減輕 但物價仍然會呈現 漲多跌少的兩劑退現象 最後來看到自由時報 是繼2020年 口提議拔針之後 農委會預定 2023年初傳統豬瘟 也就是典型豬瘟要來拔針 目前進行中的典型豬瘟 紹冰豬拔針計畫 進度順利 部分租場在今年六月 就可先行拔針 取得初步成果 2021年最後一天 國內的境外移入個案 暴增四十一例 疫情指揮中心就表示 這是疫情爆發兩年來 境外個案最多的一次 其中又以美國入境 十四例最多 還有十四例的入境國 還在調查 至於北市的某防疫旅館 近期發現三例確診 指揮中心以擴大匡列 採檢八十一人 除先前已知確診的案 一七零九九之外 目前有六十二人陰性 其餘檢驗中或在採檢 其中最先確診的案一七零五八 初步定序感染Omicron 其他兩人定序尚未有結果 還無法釐清是否群聚 國內三十一號 雖然沒有新冠本土病例 也沒有新增死亡個案 但卻一口氣增加了四十一例 境外移入個案 指揮中心說 這也是疫情爆發兩年來 境外個案最多的一次 其中又以美國十四例最多 還有十四例入境國 仍在調查中 超過一半都是突破性感染 有十六例是男性 二十五例是女性 年齡介於二十多歲 到七十多歲之間 那分別來自美國十四例 還有菲律賓跟法國各兩例 另外還有義大利 肯亞 科麥隆 瑞士 印度 烏克蘭 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 越南 及柬埔寨各一例 就是我們的一夜期間 我相信境外移入的個案 應該都會跟國外的流行 其實一樣應該都會蠻多的 那應該會到一夜中 是一個高峰 國內專家認為國內一天 就增加這麼多境外移入 是很重要的警訊 防疫將面臨相當大的威脅 而北市某防疫旅館 近期發現三例個案確診 指揮中心公布最新採檢結果 擴大匡列採檢八十一人 除了先前已知五樓 確診者案一七零九九外 目前六十二人陰性 其餘檢驗中過代彩 至於最先確診的案一七零五八 初步定序感染Omicron 三人是否群聚待釐清 這個定序的部分 目前還正在進行 那預計是一月一號 才會有這個進一步的一些結果 而北市府也在三十一號派員 進行環境採檢 接下來靜置清消七天後 旅館才會恢復運作 目前懷疑可能是飯店人員標準 作業程序出了問題 不見的是硬體的部分 也可能是工作人員 他的收收垃圾 或者送餐的時候 他們可能有一些 黃珊珊表示 因應中央要求一月三號前 針對所有防疫旅館完成環境查核 目前市府正加緊檢查 而過去台北市就已經規定 每個月都要確認一次飯店環境檢測 以及工作人員標準作業狀況 未來將會請專家協助檢討SOP與工作人員動線 加強防疫安全 國內因為疫情停航的環島郵輪 睽違七個月 昨天晚上九點起航 要從基隆港出發到花蓮 在海上跨年並迎接曙光 高規格的防疫之下旅客除了持陰性報告 登船和用餐也都確實分流來避免群聚 停航七個多月的探索夢號 停泊在基隆母港終於要再出發 預計三十一號跨年夜晚上九點起航 旅客將在船上倒數迎接新年 迎接曙光之後新年第一天會靠港花蓮 因應防疫 原先可容納三千六百人的郵輪降載至三百人 不過根據透露 富士首行僅邁出近兩百人 指揮中心要求交通部嚴格約束業者落實防疫 包括旅客報到時出示疫苗黃卡 並減附PCR陰性證明 填寫健康聲明書 之後分流登船 萬一真有確診也都有SOP 從他重新要起航的構成 包括指揮中心 還有我們交通部也都做了很多的檢測 那現在大致是沒有問題 包括如果有發生狀況的時候 還有包括PCR的檢定等等 都有很嚴格的這個要求 元旦晚間探索夢號將起航返回基隆 預計一月二日到港 到時候隨傳醫療團隊將對旅客分區 進行PCR採檢 檢體送到醫院檢測 全傳陰性 才會通知旅客下船 記者是阿林堅 基隆報導 高雄在二十六號發生重大酒駕事件 加上年末的聚餐活動多 警方是展開了酒駕大執法 新興分局四天就抓到十六件酒駕 有不少駕駛都說是吃了薑母鴨 林亞分局前天也抓到一名酒駕騎士 他睡一覺後的酒測值還有0.30 警方就提醒飲酒過量 酒精代謝不全 會影響行車安全 機車排隊等酒測沒多久就發現有民眾酒駕 高雄二十六號發生重大酒駕事件後 警方這幾天勤抓酒駕違規 光新興分局四天就抓到十六件酒駕 由於年末許多民眾會外出聚餐 不少被抓到酒駕的民眾都說是吃了薑母鴨 還有人是酒後騎電動自行車被抓 騎乘電動自行車酒後駕車 在刑法上也會觸犯公共危險罪 另外薑母鴨湯裡面含有高濃度的酒精 在飲用後駕車一樣也是會酒車值超標 就怕民眾攤杯釀貨 警方不分日夜抓酒駕 三十號中午林雅分局遠景在四圍三路 跟仁智路路口 攔下準備去上班的機車騎士 一側果然有酒精反應 昨天晚上 喝多少 兩瓶酒而已 自認過了一晚之後 酒精已經消退 好不知酒車之後仍然超標 一色險公共危險罪 以送提前處正辦 周末就是元旦假期 許多民眾已經安排好狂歡行程 警方也提醒民眾別酒後開車 也不要過量飲酒 以免隔天酒精還沒代謝完 影響行車安全 也呼籲餐飲業者提供客人代駕或代轎車服務 善盡社會責任 杜絕酒駕行為 記者陳煥宇 孟昭全高雄報導 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 睽違九年 作品再次登台展出 這次有一百二十一件真機作品 包括達利繪製的《彈釘神曲詩篇》 全系列一百幅版畫 價值超過二十七億台幣 暗黑空間穿過一層又一層入口 紅牆上的版畫 詮釋超現實大師達利以十年時間 研究並詮釋 《彈釘神曲地獄篇》的創作 轉個彎來到煉獄斬區 這一幅墮落的天使 達利結合超自然和精神性物質 呈現被人遵從的天使 其實空洞無誤 人家都問我 達利好 好在哪裡 他懂了當時所有的科學 物理 化學 數學 甚至醫學 還有卡通 因為這些不是一般畫畫的 會去涉及的 策展人徐芬蘭說 達利的畫作細膩 荒誕且超現實 而且達利關心科學發展 對舞台設計也迷戀 是全才藝術家 九年前的達利展 以大型銅雕為主 這一次和西班牙政府 唯一授權行使達利 所有知識產權的達利基金會合作 展出作品更全面 我們除了油畫以外 還有像是它跟戲劇之間 芭蕾舞劇的合作 然後設計的布景 基本上全部都沒有來過台灣 那甚至有幾件作品 像是大型的 有一件是卵石中 然後它是尋找四度空間 這部作品 它的寬度就有250公分寬 所以是非常大型的油畫 他們有特別說 這件作品其實是很少出 他們基金會的 所以為了這次展覽 還特別訂製了木箱 從青少年啟蒙時期到老年 對自身宗教觀的作品詮釋 一百二十一件珍積作品 形同遊歷達利的傳奇一生 但總值超過台幣二十七億 也讓主辦單位繃緊神經 投保上百萬保險 從夏季到展場 全有警車護送 確保這批西班牙國保安然無恙 紀元小黑王新中台北報導 桃園的少年之家換新裝 特別邀請旅外求新 還有藝人小馬 跟城市記號塗鴉團隊 帶著少年之家的孩子 一起在牆面塗鴉創作 免勉勵他們在挫折中求重生 把握改變的機會 找到人生方向 在牆面塗鴉創作 為家換上新裝 為在桃園巴德區的少年之家 搬家滿周年 特別邀請藝人小馬和 城市記號塗鴉團隊 帶著少年之家的孩子 一起創作 同時也有三位旅外求新 加入這次塗鴉行列 國話是愛心跟那個十字架 就是想要說 就是來到這裡 就是可以跟自己的靈魂說話 他們沒有辦法選擇 自己出生的家庭 那他們可以改變他們之後 人生要走的道路 我覺得他們本性都不壞 那其實他們有改變的機會 那人生很長 每個人都會犯錯 那也值得有第二次的機會 然後雖然沒有辦法選擇 原生家庭 但是繼續找到人生的方向 三位旅外求新也在座談會上 分享海外打拼的心路歷程 以及面對挫折的處理態度 也勉勵邵家的孩子 把握改變的機會 找到人生方向 不要鎖定在過去的痛苦當中 更多的時間是要放在於說 痛苦過之後我學到了什麼 執行長張敬一表示 透過這次跨界合作 不但讓孩子了解 人生難免有挫折委屈 不要看清自己要學會跨過去 也強調少年之家 永遠是這群孩子 人生中最穩固的避風港 希望他們有能力時 可以把愛傳出去 回饋更多人 記者 詹淑雲 桃園報導 一艘載滿一百二十個羅興亞人的船隻 原本要到馬來西亞 但半途引擎故障 在印尼海域漂流將近一個月 印尼政府只協助人道補給 拒絕接收船上的難民 後來因為國際輿論壓力 二十九號改變決定 以軍艦拖回漁船暫時安置難民 在照明燈下 港口邊能夠看到印尼軍人 正在協助漁船靠岸 並且對上岸的人進行消毒 這艘漁船裡 在印尼亞漁船的漁民 就發現這艘漁船 在印尼亞漁船 不願意收留難民 因此在人道救援之後 二十八號又讓漁船 回到國際海域漂流 這個做法 卻引發了亞齊省居民 跟和國難民署等國際組織抗議 受到輿論壓力的印尼政府 經過一天內部協商之後 二十九號改變做法 動用軍艦將漁船拖回 讓一百二十位羅興亞難民上岸 2017年8月 明天爆發對羅興亞人的軍事鎮壓之後 大約七十三萬羅興亞人逃離緬甸 在這幾年陸續搭船 接往馬來西亞 泰國 印尼等 東南亞國家尋求庇護 由於這兩年爆發的疫情 許多國家加強邊境管制 也讓羅興亞族人尋求安身之處 耐上疆難 公司新聞 陳盛彬宜 美國總統拜登與俄國總統普廷 兩人三十號再度通話 討論最近緊張的烏克蘭議題 根據官員轉述 拜登警告普廷 一旦俄方進一步入侵 烏克蘭將導致嚴重的代價和後果 俄羅斯近日因烏克蘭問題 與西方國家關係緊張 在俄方要求下 美國總統拜登與俄國總統普廷 三十號進行了本月第二度通話 討論相關議題 雙方談了約五十分鐘 白宮網站公布資深官員電話背景說明 表示拜登提出兩條路 要看俄羅斯接下來的行動而定 一條是降低緊張局勢的外交途徑 另一條則是偏重威嚇的途徑 假如俄方進一步入侵烏克蘭 將導致嚴重的代價和後果 包括經濟制裁 提供烏克蘭援助 以及加強北約東側的軍事部署 克里姆林宮顧問 俄夏科夫向媒體轉述 普廷則警告一旦美國對莫斯科祭出新制裁 可能導致兩國關係完全破裂 將會是個重大錯誤 另一方面俄羅斯外交部表示 俄國副外長雷亞布可夫 與美國國務卿雪曼 將在二零二二年一月十號 與日內瓦主持雙邊安全會談 而根據美國之音報導 俄國和北約也將於十二號會談 公視新聞林孝如編譯 接著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風券 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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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仁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對這集總結束